我希望修建以后可以更全面的落实爱国者治港 让香港的政治形态更健康 更务实 更具建设生 过去香港的一些的平台 比如说立法会或者是区议会 由于给一些破坏者利用 确实是为香港的施政 或者是会一国两制 创造了很多负能量 甚至是破坏或者是托慢香港发展的后退的步伐 所以我希望落实爱国者治港以后 香港可以集中发展精致改善民生 而立法会或者是区议会 或者是其他重要的平台 也让爱国者来担当这些集务的时候 他们能够提出更多前瞻性建设性务实的意见 团结意志去改善香港经济发展 推进香港经济发展改善民生 我希望是落实以后让香港的政治文化更健康 更务实更有建设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